及时新闻综合报导,台北上月30日出现一道彩虹高挂近9小时,引发外国媒体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今4日一篇报导也提到这道9小时彩虹,并指出在台北山区的中国文化大学大器科学系教授周昆选团队正收集相关证据,将申请今世世界纪录。 BBC指出,根据文大大器系团队观察,这道彩虹从上午6时57分,持续到下午3时55分,寿命长达8小时58分钟。 如果属实,将打破1994年3月14日英国约克军彩虹保持6小时的记录。 根据今世世界纪录网站指出,彩虹通常只能维持一小时。 周昆选说,凭团队拍摄的1万张照片和校园其他人,附近居民的1万张照片,他相信可像今世世界纪录,证明这道彩虹持续了近9小时。 他表示,还打算联系台北市旅游局进行宣传。台北的冬天可看到9小时彩虹太神奇了,快来台北玩。 各个温馆 7 7